你畫後面不是這種網子對不對 都是 眼睛的秘密麻麻 這個都是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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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口味要來好 用布一定要有個框嘛 是是是是 不容易出去教學 不太容易 用到一片一片要教學 這個也是在畫展 然後他們說要每個人規格一樣 就是這塊 這個框 然後他們有的油畫 水彩 有的色什麼 然後因為我是刺繡 那我就用刺繡做主題 然後多眉柴這樣 所以那時候二十幾片 規格都一樣 可是每個人用的媒材不一樣 這五個小時 哦 就繡這個樹 這等於同學繡的又有人簡單繡就對了 對啊 有人就是在 這邊倒實力 像這個一個小朋友去 然後這就是我姑媽繡 恭喜我上山了 那老師妳真的是上卡片嗎 對對對 我就是包轉著 甚至去學校跟小小孩做 對 然後修成卡片 等一下可以 他們是很喜歡做卡片 對啊 我有很多卡片 修成卡片 修成卡片 修一修片 哈哈 是 這個 這個也是沙網 也是沙網 沙網 然後也是繡啊 也是塗原料 對啊 塗原料嘛 就像這樣後面也是塗原料嘛 一樣這個也是啊 這是繡完以後面有一塊胚布 然後胚布再畫彩虹 因為就是它主題畫的 就是我們的題材 美術系的很多解釋 哈哈 我們的美材或者是主題 教的不一樣對不對 就是有的人是鋪墨的 有的人是公平的這樣子 那也是這個王子喔 不是不是 每個人的不一樣 那衣袖都是布 那衣袖都是布 對對 那只是我的可能比較印象派 然後慢慢我要走比較抽獎 比較形象的東西 那是這個也是沙網嗎 這是剛開始在設石子人體作品 啊他們有的畫的 有的油畫的非常 啊我一次就沒有 所以就是看著模特兒 是 嗯 已經開了 這應該要很有藝術細胞的人 才做得出來吧 我都不會玩 不知道要怎麼 只要帶這件有興趣就可以了 是吧 這樣子 那我 我創作過程大概就是沙網 看到摸到沙網 沙網 然後先繡繡的大概五分 一半 或者五分 然後再開始搭配 欸 好像我上個 喔小小的 上個禮拜在公園 那比如學了什麼的 學了什麼可以繡 別人分一片 然後繡成 現在聖誕節快到了 嗯 真的有什麼花 因為我到市政府去就是要教他們繡 哇就是那個的 這個的小的 對然後繡成卡片 就做成卡 像銀杏片一樣 嗯 因為這個這樣一個盒子 一個作品就可以到處去旅行 到處去展覽 所以它這個已經在台北啊台南 然後三四個地方都展覽過 嗯 那那時候我也是想說 因為101 最代表我 我的沙網刺繡 都代表我的作品 又代表台灣 所以我的主題還是101 哦 所以就是信念台灣 就是這樣子 哦 所以這個101 嗯 在我手上已經大大小小 各種作品都有 然後包括那個DHL 那個國外那個外國公司啊 他們在亞洲 這樣拿出來嗎 嗯 應該是不用嘛 他在亞洲開國際會議的時候 他們也是找到我說要送一個 一個一個禮物給一個國外的高階族館 很奇怪 市面上那麼多禮物禮品店 所以具代表 結果他還是在河路上找到我 然後就跑到我們工作室來 來買這個禮物送給國外的高階族館 哇好開心 真的好開心 就覺得好像那個不是金錢啊 或是多少 是是是 就覺得一種 你的作品被你來得到肯定 對對對 而且就可以代表台灣 對對對 被認可了 當然是 第一針是怎樣 要把結 控住要